他是今年季后赛最励志的球星 患有堪比癌症的痛苦疾病 但是却坚守NBA打出高光表现 说到拉里南斯 大家想到的标签 无疑是詹姆斯的前队友 老拉里南斯的儿子 近半的弹簧人 曾经参加过科兰大赛 但是他却同样是小编认为 最励志的NBA球星 他的意志并不来源于他的出身 而是他的身体 不同于韧带撕裂 骨折或者跟腱断裂这种大伤 拉里南斯患有科罗恩病 这是一种肠道疾病 患病的人会出现慢性腹泻 腹痛 体重减轻 食欲不振 关节疼痛等多种症状 严重影响一个人的生活质量 甚至患有重症的人 只能依靠流食进食 不能控制如厕或者排气 甚至连正常出门都成问题 加上科罗恩病很难治愈 因此这个疾病也成为小癌症 南斯就是在患有这种疾病的情况下 依然坚持在NBA继续圆梦 虽然这个病状让他的身体 变得十分瘦弱 甚至在场上 偶尔也会被莫名其妙的 关节疼痛折磨 但是每当球队需要踏实 他就会一言绝言地站出来 在和太阳的季后赛中 小南斯成为 骑虎内线的绝对核心 用积极地拼抢和篮板球 帮助球队拿到第二场胜利 那场比赛 南斯砍下13分6篮板 两场季后赛 南斯已经得到27分 12篮板5次助攻 他也是我认为 今年季后赛 最励志的球星